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如果一个月让你30万到50万 而到月底的时候 你钱都还没花完的时候 那种情景好不好 好嘛 现在景气好不好 台湾最大一组是什么组 存款不足 对 存款不足 月光组 什么叫月光组 就是月底把钱花光光 我以前还没接触 爱多梅在47岁以前 真的是一个月光组 各位 到月底的时候 没有钱那种痛苦 各位体会得到吗 可以吧 曾经在月底有这种痛苦 今天请举手一下 好 谢谢 那些没有举手是 过车就没钱了 月初就没钱了 更可怜 没关系 月初没钱 月底没钱 我们一起来爱多梅赚钱好不好 好 很快的透过爱多梅的成功系统 就能够达到巅峰 我们成功系统有哪三大系统 各位 中心的教育嘛 对不对 第二个 一日研讨会吗 北中南还有东部地区都有吗 新竹嘉宜也有 再来还有两天一夜的成功学院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我的成功之路 成功经验 我在过去船子下几年的时间 前后接触二十年的时间 我在47岁以前 我出社会当兵回来 各位 这段时间二十几年的奋斗 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摆过地摊 做过夜市 叫卖高手 就拿着麦克风 那种电视沟 那种叫卖高手 叫卖哥 像不像 像喔 好 不像好 是的 我开过泡沫红茶店 做过保险 做过银行代办的业务 可是呢 当你做老板 对不对 开店要不要成本 开公司要成本 一定会赚钱吗 不一定 所以前前后后 我起来 又跌倒 起来又跌倒 到47岁的时候 疑似无成 那时候呢 过着怎么样 像董事长说的 很贫困的生活 各位 贫穷日子 你过习惯了 会不会继续习惯 会啦 会继续习惯下去 那时候我很痛苦 什么样的事业老板 我都做过 我传销也接触过 二十年的时间 做过十家 埃多梅是我第十一家 各位 我笑话什么精神 对 国务革命精神 对 国务革命精神 第几次成功啊 十一次啦 所以我在埃多梅 第十一次 我一定会成功 对不对 给我掌声一下 好不好 我在穷捆潦倒的时候 我不知道真的做什么 打开报纸 真的 那些应征的 你知道吗 去到公司应征 他说 我们要35岁以下主管 我47岁了 我就跟他说 你报纸都没写 还有白跑一趟 真的找不到工作耶 是啊 到最后 窝在家里多难过啊 我太太 还有我儿子嘛 对不对 我太太每天 叫我一定要出去工作 一定要工作 寻起命命 终于了 让我找到机会了 在三年前 接触爱多梅的时候 各位 那时候是没有公司的 产品是要从韩国 寄过来 都是现在的两倍 网站是韩文的 我们注册的时候 都要欢迎 那时候我们接触的时候 想说机会来了 然后这些上线领导人 跟我们说什么 三个月就快来了 快来了 好 停一下 三个月台湾要开始 这么好的企业 你会放气吗 不会的 一定跟我一样 放手一搏 全力冲刺 把月亮当 太阳 把雨水当 冲凉 答对了 拼命冲 从鸡叫做到鬼叫 你看 真的 没办法 没没没 你只要种 没啊 种啊 我太太不知道说 我在种什么 为了就是要架构 通路跟会员 一旦我的朋友 我的亲戚 被人家讲走的时候 一辈子的下位 跟谁有关系 跟他们有关系 跟我没关系啊 所以我要南北跑啊 有吗 东奔西跑 结果三个月过了 有没有落地 没有啦 上线说 可能在三个月就落地了 再继续撑吧 继续努力吧 各位 三个月过去 还是没有 我的组织上千人啊 甚至那时候 突破四五千个人 很多了 依然没有落地 没有落地 他就不会消费啊 快到一年了 我快撑不下去了 一年的时间 还没有落地 这时候呢 我太太呢 又突然有一个想法 叫我去做什么 管理员 对对对 反正现在管理员 那个社区都长得很丑的 你帅也没有用 所以 她又燃起了这个想法 对 我又跟她说 再给我三个月吧 终于 等到了机会 在103年1月7号 公司开幕 那时候呢 我打开我的组织网络啊 前时代 各位 时代之内啊 全部震亡 为什么 一年没有消费啊 全部取消 他们都没有买东西嘛 韩国啊 寄过来也麻烦 订货也都麻烦 剩下一个消费者 怎么办呢 我太太说 凉拌炒鸡蛋 重来啊 我就重来 各位 我做爱多美 是做两次 才成功的呢 第一次 非常的努力 一年多 没有成功啊 开幕我的希望来了 我从头开始 再把旧的朋友 找回来 因为一年多了 他们都四龙工商 怎么样 都做别的了 找不回来了 那我就从头来 重新出发 各位 你们是加入后 开幕后加入的 请举手一下 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你们太幸福 太幸运了 做一次 爱多美就可以成功 像我们这种 做两次 聪明的做一次就好 像我们这种 比较愚笨的人 就要做两次 懂吗 可是我依然不放弃 爱多美啊 因为爱多美只要一落地 我就一定会成功 知不知道 开始了 在爱多美几年了 两年多了 开幕两年多了 各位 还是依然有很多人 在等待 在观察 对不对 在看着你成功 各位 我出生的时候 我就很想成功啊 一出生的那时候啊 我是怀着什么 金汤匙啊 你看看 土汤匙 我是怀着土汤匙啊 我那时候说 我从小就立定志向 我长大以后要成功 帅哦 小时候 小时候胖不是胖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看 当你小时候立下的志向 到你长大的时候 梦想会离你越来越远 对不对 是的 就是这样 所以人生有没有不断在选择 有没有 是 尤其景气越不好 你的选择怎么样 越多 你的能力 不被肯定 你的工作不被肯定 你就要被淘汰 懂吗 所以我们人生 最重要的目标呢 是你未来在哪里 不是你现在的位置 明白吗 你现在是在上班打卡 打工组都没有关系的 只是目前的位置而已 可是三年五年后的你呢 在哪里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啊 所以未来的你在哪里 是最重要的 不是现在 你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成功 是暂时还没有成功 懂吗 你还在这成功的路上奔跑 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逐步完成你预先设定的目标 现在的目标 一开始爱多美成为经销商 领奖金的时候 可以领比较多一点钱 对不对 第二个目标是什么 销售大师 销售大师让你月收入 五到十万 好不好 让你三个月半年以后 成为销售大师 一个月五到十万 是一个公务人员的薪水 再来钻石大师 十到三十万 玫瑰 再来三十五十 我明年挑战星光 因为站在这个位置 讲成功之路 一定要星光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只是临时 上台一下而已 我明年底上星光 好不好 我的目标 明年底一定上星光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目标是逐步完成的 各位 华人的第一站在哪里 台湾啊 在你们手上 如果你们没有现在积极的努力 等两年三年后 你会后悔一辈子 懂吗 真的你要好好的跟你的左 你右手跟他分享爱多美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过去不等于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商机 什么叫商机 商机就是当别人还没有看到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了 成功的人是怎么样 是先相信后才看到 一般的人呢 看到后才相信 你看 别人看到的时候怎么样 你已经行动了 可是当别人行动的时候 你已经怎么样 成功了 这是成功人的思维 马云说 每次商机来的时候 有四个象限 第一个 就是看不见 马云大家知道吧 对 大陆 他是我的好朋友 对 跟你们一样都认识他 再来 他第一个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阶段 就是看不见 很多朋友商机来的时候 他有没有看得见 看得见的是需要 他有睿智的眼光 有没有 以他的经验来看 很多人 一般平安人 会看不见 看不见 就错失了一个很大的商机 好 所以 第一个要看得见 要敢于冒险 就像我 我看到了爱多梅 即将要落地 我就怎么样 冲啊 冲了一年多 有没有 也没有成功 没有 可是最后还是成功 所以我看得见 第二个 我们是 第二个阶段 商机来的时候 第二个阶段是看不起 各位 你们在从事爱多梅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不起你 那个叫传销 同样 有没有 我们爱多梅跟传销 有没有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 你们跟传销有没有不同 我说我们跟 完全跟传销 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传销 没有办法跟我们比 我们是走的是团购策略 大卖场的价钱 百佛公司的品质 我们目标是全世界第一的流通业 我们竞争对象既然不是传直销 大卖场 超级市场 网络购物 电视购物 各位 刚刚董事长也都说了嘛 对不对 所以第二阶段很多人看不起你啊 是不是 甚至打压你 打击你说 这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有没有 你的亲朋好友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做到成功再说嘛 结果呢 你一开始加入到现在两年了 所有的亲朋好友 有没有都在看你 你要让他看20年吗 继续再看下去 还是再一年就要让他看得成功了 他在等你呢 他等你成功之后 加入你的阵容啊 那如果冠军老师成功了 他就跟着我了 就没有跟你了 懂吗 要不了解 所以各位要赶快成功 第二个阶段 看不起 第三呢 来 我们看一下 就是看不懂 怀应不过来啦 怀应迟钝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好的商机 在他手上 迟钝 看不到 自己的 眼花缭乱 懂吗 这就是我们商机 来的时候 要好好的去判断的事 我们来看第四个阶段 来不及了 各位 等到市场已经占满的时候 各位你来得及吗 台湾有几千万 两千三百万 有几个家庭 八百多万的家庭 一个人加入代表 一个家庭 我们到目前为止 有几万个会员知道吗 三十六万 即将 每年会倍数的成长 今年到年底 预估四十万到五十万 很快的两三年的时间 台湾的市场怎么样 慢慢的接近 怎么样 导合 将来 你说来不及 再去拓展国际市场 台湾没有部队 你怎么拓展国际啊 是不是 你有拥有很好的语言能力吗 不是的 现在台湾就开始 所以我们 每当一个新的机会到来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是 会创造一批 像在座的 先这边 护翁嘛 是不是 护翁的诞生 他是有 富人的失误 有情人跟一般人 想的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富有的人 他的想法 是 城市是跳脱的 一般的人 他是都要看到 市场都有经开发结果 他要下市场 这是非常不对的 OK 我们看看 投影片看看 先知先觉是什么 开拓者 后知后觉呢 是什么 跟随者 那各位第三个 不知不觉是什么 消费者 所以 爱多美 最重要的是 消费者导向 所以每个人都会加入爱多美 对不对 那你要当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当然是经营者吧 那些后知后觉的 就让他当消费者吧 我们来当一个领导者 经营这个爱多美事业 赚我们一辈子的钱 我们爱多美事业可以世袭几代 三代 所以我这一代拼完了 奖金越来越高 留给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又年轻嘛 对不对 又领了七十年六十年 之后再赚给孙子 我告诉你 那时候收入足够吃十代以上 有不了解 所以爱多美的努力是可以累积的 所以值得你奋力一搏 我们来看 这个告诉我们 过去你的消费是什么 开销 各位 过去的消费是开销 现在的消费是什么 经营 这就是爱多美的哲学 我们消费者加入 免住卫会50块的资料贷 终生免年会 一年只要消费一次 买到全世界最好的品质 最便宜的价钱 这样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经营者 开始拓展你的国际路线 每个人都会加入 除非他刚刚说的四大问题 四大阶段看不懂 看不见 看不起 那暂时就让他当消费者 我们爱多美呢 各位 具备的就是零成本 零资金不用你开店面 要不要开店面 要不要会文书作业 要不要仓储 要不要送货 要不要服务 不用 这些都是有公司 完全从兼职就可以开始了 所以爱多美 它具备这么好的条件 各位 不要再等待 不要再筹备 有人一筹备就筹备两年 筹备从开幕加入到现在还在筹备 还没出发 还没踏出第一步 很可惜 好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说 全世界有5%的人 我们经过美国 劳工局 25岁到65岁当中 经过40年 40年之后 65岁的退休 这些人员 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几个人 呼吁 一个人 四个人经济独立 其他的人 五人还要继续找工作 其他的人 靠救济 当然就是阵亡 如果现在的你 不努力 三年后的你 还是跟现在一样 更长 现在的你是三年前所决定的 明白吗 你到60岁的时候 65岁的时候 各位 你是要 塞便乳的收储水 还是要吐乖 找工作 那哪一个 都没人 要塞便乳的收储水 对吧 可是 你想 收房租啊 开宾室啊 现在要不要做爱多梅 要啊 要认真 从事爱多梅才是啊 很多人 说下一个机会更好 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 爱多梅 赚太慢了 加入不用钱 不用从销 根本赚不到钱 而且要请她喝一杯星巴克咖啡100块 我又没有赚钱 她又开车开两个小时 你们爱多梅 根本赚不到钱 我说 No 你要基本了解 爱多梅的概念是什么 它是一个大卖场的概念 我们不赚朋友的钱 一般的船只要介绍完之后 她买的东西 有没有赚钱 推荐奖金就赚钱 第一个 我讲话很大声 因为我没有赚朋友的钱 对不对 朋友交入 他买最便宜 我也买最便宜 可是我赚什么 所有人买到最便宜 会不会买一辈子 会的 会自然的去销费 这些的点数回归给谁 就给我们介绍者嘛 明白吗 爱多梅 它是一个大卖场的策略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 它的组织有300个人了 他就问我 冠军 中心长 我300个人 为什么收入 一个月还不到 一万块 我的生活 没有办法支出了 我说 300个人 只是一个开始 请问一下 今天在座各位 你们是一个 加热湖大卖场的老板 花了几千万的成本 架构一个卖场之后 你的会员人数只有300个人 请问一下会不会赚钱 不会赔钱的啦 300个会员 请问他牙膏 我们大条牙膏用多久 半年 他才会再去买 循环度人数不够 循环度不够 一定是赔钱 三千个人呢 开始有收入 那三万个人呢 不好意思 你就一样 跟我一样 玫瑰大师 在家 数钱 每个礼拜 数钞票 数到怎么样 手抽筋 然后手花 也还要贴金油贴布 明白吗 这就是爱多美 所以你要了解 它是一个策略性的行销 所以会员人数不是300500个 你说要退休的 不是的 300个是一个起点 3000个开始起会 3万个可以退休 明白吗 所以很多人说 我的组织到多少了 我说就是超过3万了 好 3万的组织 各位明白吗 所以我们要成为那5个 5%的人 经济独立的人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顾爸爸艺术当中 罗伯特他告诉我们 这本书有看过吧 有钱人有 这些四个象限 提到有收入的 有两个收入 人有四个象限 收入的结果四个象限 各位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当一个靠权力收入的人 9%的人 他是靠什么收入 工作 工作收入 什么叫权力收入 就是有系统 有组织的 明白吗 所以我们靠着系统 靠着组织 爱多美就是 爱多美建立全球最大的网路公司 全世界最好的品质 一直纳入进来 通路 台湾全世界都开放各大的厂商 行销到全世界 所以我们要成为富有的人 一定要靠着权力收入 一般上班族 或者当老板 他也是一般的工作收入 电收起来 还有吗 我以前开泡沫黄茶店 店收起来 还有吗 没收入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富有的人的思维 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刚刚也很清楚的 就是权力收入要大过于我们的劳动收入 所以你现在还在上班族 还在劳动收入 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用业余的时间去架构你 持续性收入的平台 一天 一个小时可以吗 现在的人晚上都要做什么事情 七点多 回到家里怎么样 打小孩 骂老公 有没有 不煮菜了一堆啊 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 打电话 联络朋友来家里做脸 喝咖啡 吃海苔 煮个拉面 请大家吃 这样行得通啊 开个home party 家庭聚会 也可以啊 成功 很快速 一年两年 你就会累积成功的经验 过去呢 我刚刚有说过了 你现在如果不努力 未来的结局 就是操纵在你手上 如果 思维没有改变 一样会停顿 在过去的日子 过去贫穷习惯了 贫穷会是一种习惯 各位懂吗 贫穷是什么 是罪恶 你认为贫穷是罪恶的话 你才会怎么有动力 所以我那时候 贫穷的时候 有没有 我产生的内心 产生的罪恶感 对我的家庭 对我太太 对我儿子女儿 产生那种罪恶感 为什么 他们跟着我 会这么命苦 我说 将来有一天 我一定会让他们 过着富裕的生活 终于 时机来了 我就把握 所以 这是我的经验 所以 我一些朋友 他就跟我讲 我现在上班 我上一辈子 也可以有收入 存点钱也可以 我说 我说 No 你上一辈子 上班一辈子会成为富翁吗 牛耕田一辈子 田是谁的 对啊 牛还是牛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 上班绝对没有办法成为富翁的一个角色 所以只有行动 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未来 来 爱东美 它是一种什么事业 再讲一遍 回想一下 PPT上面有 就是消费者连锁的事业 只要透过你 介绍了几个朋友 不断的延伸 无限带的延伸到全世界 都有你的什么 下限 好不容易 我去年柬埔寨开幕的时候 我12月过去 我现在有柬埔寨的下限 我新加坡下限 我去新加坡演讲的时候 4月份 我也有新加坡下限 将来马来西亚 我也有没有下限 有啊 那就是华人 打个电话他就加入了 很简单 只要你怎么样 掌握爱东美的机会 所以消费连锁的事业 是从你开始 如果你不讲 不行动 完全是操纵在别人手上 好 最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爱东美的策略 就是所谓的南海策略 如果你不明白 今天加入爱东美不久 记得 南海策略这本书 你可以去书局买来看看 所有的企业 都在怎么样 红海里面厮杀 价格战 怎么样 品质战 我们要怎么样 奔向南海 爱东美是船石销界 唯一的南海策略 价钱是一般传销公司 几分之几 四分之一 品质都超越他们三倍到四倍 这么好的公司 走这么好的策略 如果你还在犹豫 今天听我分享完 回去赶快列100个名单 从100个名单开始 筛选到刚刚老板讲的50个 明白吗 这些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我们继续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持续收入的管道 每天接水管接水管 接到你成功三年的时间 每个家庭 假设 每个家庭 每个月的日常效用品 给你100块的回馈金 你说 多还是少 不多 100块 可是1000个家庭 各位 1000个家庭 多少 10万 全世界有1万个家庭 100万 这就是爱多美 观念通了 什么就通 明白 爱多美在 103年的1月7号开幕 当时第一年的营业额 3.4亿 去年 14 15亿 创下台湾的有史记录 最快速成长公司 第12大 今年的目标 24亿到30亿 今年会进入到第几大 前十大可能是第七跟第八 五年内要成为台湾的第一大 你们说好不好 给爱多美掌声一下 五年内绝对是台湾的龙头老大 今年在韩国 我们肯定超越案例 去年我们还在安利的后面 第二大 今年在韩国的总营业额 一定会超越案例 所以每到一个国家 所有的船直消业 有没有 刹了蛋 有没有 爱多美 所以他的策略是成功的 所以经过我们 董事长的努力之下 大家能够快速的成长 在去年2014年的时候 前年2014年的时候 我们的世界百大的传销公司 我们已经列入34 首次进榜就34大 这个都在直消事迹里面刊登的 不能随便说 所以爱多美的成长轨迹 你们看到了 接下来就是要 透过自己的努力 而不要随随便便 做一个事业 就可以成功的 一定要透过成功系统 努力学习 爱多美的特色这么简单 一篇文章讲完了 50块加入 全球连线 不用责任额 不用重销 一年只要消费一次 双向无限带 跨国连线 这么简单的事业 全世界也仅有爱多美 所以你的速度 如果不快速 你的朋友 他就被人家讲走 最后 看过很多传职销的 Leader在业界失败 结果竟然爱多美 成功 我们有一个李德佑王冠 对不对 现在他是做17年的船只销公司 大大小小的公司 很多做过 没有成功 一到爱都要美成功 还有腰肉店的老板娘 还有代理的驾驶 还有鱼饭卖鱼的 他们都改写他的人生剧本 现在一个月是月收入 150万到四五百万 人生的剧本在谁手上 自己各位 在你手上 你自己就一个编剧 就是一个导演 接下来你的人生要怎么走 看你自己 看得懂 要看得起 爱多美 突破 穿直销四个什么盲点 穿直销四个盲点是什么 约了不来 来了不听 你看来了有没有听的 旁边跑掉了 就是来了不听 约了不来 来了不听 然后听了呢 不久 你看不久又跑去尿尿 有没有 约了不来 来了不听 听了不久 对不对 做了又不久 听了不做 做了又不久 这四个问题 爱多美通通解决了 约了就来 哈喽 冠军 来喝下午茶 咖啡 吃海苔 我们顺便有煮拉面 还有炸酱面 会不会来 台湾人约吃的喝的 通通来啊 我告诉你 约了就来啦 明慧作年会不会来 来啦 约了就来 第二个突破盲点 来了就听啊 为什么会听 咖啡 喝了海苔吃了 对不对 就听啊 完全免会 会不会听进去 听了会不会做 会啊 为什么 50块 创业 世袭 全球连线 谁不会做的 那做了久不久 各位 民生必须品啊 世世代代 从早都在用的东西 做了久不久 当然是久啊 所以爱多美把传销的 世代难题 统统解决了 最后用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我一个朋友 他40岁了 40岁前的人生 各位 他惨淡无比啊 做什么赔什么 投资什么也赔 亏钱啊 妻离子散啊 非常惨的人生啊 刚好他的生日来了 这一天他生日 想说40岁了 以前过得穷苦潦倒 现在终于怎么样 生日来了 去算命大师问看看吗 算命先生 你帮我排一个 这个 对 看一下吗 算命先生说 年轻人 你有好消息跟坏消息 你要先听好消息 要先听坏消息 当然了 要先听坏消息嘛 好 这时候呢 算命先生就跟他说 你的坏消息就是 40岁以前 穷苦潦倒 哎呦 怎么那么准啊 做什么赔什么 哇 真准啊 哇 妻子都离你而去 对不对 对 太准了 这时候 我的朋友 赶快红包包怎么样 大包一点啊 告诉我好消息啊 算命先生收到大红包之后 马上告诉他好消息 说你的好消息就是 40岁以后就习惯了 红包收了嘛 要告诉好消息就说 你40岁以后就习惯了 这个故事要告诉各位 爱多美是你欢声的平台 如果你不努力 不加紧脚步 永远没有机会 永远还是要停留原地 好好的努力 认真充实爱多美好不好 给你们家人 带来幸福满足的生活好不好 好 我短短的分享到这边 来给 谢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